所以呢你呢除了把他启用信件之外 接著搜取搜建者呢 選舉搜建者 你選使用現有清單之後 去把啊去把什麼 去把我們要各位打開的02 有沒有02 就知二了不是02 知二 把它開啟進來對不對 開啟進來之後 你看這裡就有了有沒有 哦就進來了 好然後我們上次做到的是小10這裡對不對 小10這邊 所以呢各位打開我們的講義啊 你打開一下我們的講義 打開我們的講義啊 他說啊說什麼呢 他說以藍色微軟正黑體12pt的自行格式 這待會再說 你先讓他把數字先顯現出來再說嘛 對不對啊 所以呢我們來看一下 游標啊停在這個小10的後面 對不對 停好了以後我們要去設條件是不是啊 我們要去設條件 你記不記得設什麼條件 有沒有印象 有沒有印象要設什麼條件 記不記得 哦 設規則對不對 哦 所以呢我們來看一下規則 你呢 你呢 游標一閃一閃了以後到 郵件裡面來 郵件標籤裡面來 然後呢 接下來按一下規則點一下對不對 哦 裡面要選哪一個 記不記得 if seen else對不對 是不是 if seen else 哦 不要忘了哦 按從上面算一下第三個 哦 if seen else 一二三 一三個啊 哦 所以按一下 好同學 這功能表 第一籃要選什麼 記不記得 如果是 客戶是 那就20個小時 不是就是5個小時對不對 所以你要先讓他判斷客戶這一籃嘛 客戶這一籃等於什麼 要是啊 後面的對比值等於後面要是啊 代表如果答案是4的話呢 那麼就是幾個小時 20個小時 所以在比對值這邊有沒有 比對值這邊 好我把游標 我把放大鏡打開給各位看一下 等一下哦 好你看一下這裡有沒有 功能變數是客戶啊 比較就是等於嘛 後面是什麼哦 4啊 中文的4哦 好 因為呢 我們上次有給各位看過表啊 他只有4跟4兩個字啊 那如果4的話 那底下點一下就打上20 不是的話呢 在底下點一下打上5有沒有 好 到這裡啊 我們按確定啊 我們按確定啊 哦 底下呢 我們看一下 這裡看到了嗎 20 這時候再把它選起來 他要求什麼 微軟藍色正黑體 所以呢 我們到常用啊 點一下 哦 那麼呢 微軟正黑體 哦 微軟正黑體哦 啊他十二級嘛 已經十二了 所以不用管他 哦 OK 然後要藍色哦 文字的顏色要藍色 哦 文字的顏色要藍色 這就是我們上次做的 做到這裡對不對 對不對 客戶編號 則是套用客戶編號 藍位的資料 哦 好 稍等一下 我們坐在這邊 各位好了嗎 好 然後呢 客戶編號的話呢 則是怎麼樣 就去 把他插入 什麼 到郵件這邊來 插入 編號裡面的 插入 合併編號裡面的 客戶編號 把它放進來就對了 哦 放進來 客戶編號 啊 不要忘了 放進來之後呢 再把它選起來 一樣 因為他就是列在第三體的部分 第三體他就是要求什麼 藍色 微軟正黑體 一樣有沒有 所以你把客戶編號放進來以後 插入這個合併 南位進來以後 選起來 好 把它選起來 不要忘了 一樣要跟上面一樣嘛 好 所以呢 你呢 一樣呢 我們到常用這邊來 哦 微軟正黑體 哦 微軟正黑體 十二級嘛 十二級嘛 跟上面的二子一樣 十二級 然後呢 是藍色的文字 哦 藍色的文字 這樣子啊 我們的客戶編號就出來了 底下第三體的後面呢 有沒有客戶編號 你忘記了嗎 沒有 我忘記了 哦 有沒有 客戶編號啊 好 到這裡 那接下來我們要做最後一題 就是那個第四體 第四體 好了嗎 好了嗎 towns 有 這 都 infect 看到 … 對 鬨子 不